看看新闻吧 今年基本上所有的戏剧上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完了 可能目前是排到一次年的上半年了 我现在的状况吧 如果说就有现在状况 我不工作的时候大概就只有睡觉回饭店的时候了 当然了在我们这个娱乐圈的工作呢 计划永远是赶不上变化了 我很想放慢速度跟步伐 可是很多时候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吧 此前吴奇隆曾拍摄过向着炮火前进等一系列抗战题材电视剧 但因为表演风格和剧情设计略有夸张 遭遇观众诟病 而眼下越来越多雷人抗战剧充斥营厅让观众大感失望 面对电视剧领域的这一现象 吴奇隆表示 跟风拍摄肯定会导致抗战剧良有不齐 现在可能是战争题材的一些确实也比较多 所以会因为拍摄的人多 团队多 他当然会有很多参差不齐的一些现象会出现 我们做的是一个娱乐事业 其实很多时候是让大家开心 让大家有感官上的一些享受跟刺激 那只要你不是在一个脱离大历史环境背景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大家也应该放比较宽的心去面对 娱乐新闻地貌重生江列人上海报道